個人來說,在過去幾個月 我、自己和其他人,包括我的家 甚至在這個議題的談判 我們在談及所有同學香港人 參與我們今天參與 外國記者會只是一個訪問新聞的人 而不是製造新聞 你是否遼時鬥飛 你根本就是挑釁著我們國家 藐視著我們香港政府 踐踏我們香港的法律 我希望言論自由是有底線 不希望濫用言論自由這個名字 在香港港獨是搞不到的 但是很多年輕的小孩子以為 每個人都可以出來 逃獨年輕的孩子的思想 我們一定要阻止 你看看 那次等了年輕人 港獨犯罪 香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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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甚麼人拿出這些爛鬼五星奇 就可以移舍移舍走到這麼前 為甚麼香港警方要把我們推到這麼遠 我們今天來是要表達 我們香港人是有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 這是香港能夠跟中國大陸不同的地方 港獨利用人 個人做報道 香港人的自由 絕對你譴責FCC 香港人的自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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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要說 FCC 在香港人的自由 我們是很感謝這張抵制 我們都很感謝大家 都可以承認 香港人的自由 對香港人的自由 這張抵制 我們非常感謝 謝謝 谢谢